艺人山珠陈俊甫,从节目《风神无双》出道,而后不少模仿表演,也深受观众喜爱,但没想到15日突然传出促事的消息,爸爸也证实,今天早上10点58分走的,而过去山珠曾透露,自己因为又开始吃淀粉,所以体重负胖到100公斤,而且还罹患不死癌症红斑性狼疮,山珠前经纪人闪亮亮,得知二号后崩溃大哭,怎么会这样为什么,我前几天才跟他通过电话,我也一直跟他说身体要注意要注意,要减肥不要太胖, 他就不听不听你为什么,就这样走了 他到后面是怀疑自己 对啊,他就是做表演,然后他本来词很多,然后他近几年记忆力不好,他就觉得这么多的词我记不住,然后演一演他就觉得,我可不可以就是,我词可不可以再少一点,我词可不可以5剧变3剧,然后再变2剧 那就学白云哥拔杯就好了 对啊,没想到,山珠个性还蛮执着,而且谨慎 他那个词啊,内容,他一定要一字不露,他只要露了一个字,他就认为是一个缺陷,然后就要从头再来,你就是这个问题,然后就停下来,有一次当关主有没有,在高雄 我吓坏了,笑到最后,他一个人在录,一直要讲关主的内容 讲到我们旁边都背下来了 真的喔,对,然后诊断了,迷无所谓,这是艺能界 就是我的记忆力真的比较差一点 差无所谓错,错的才好,有时候呢,人家说 最精彩那一次,就是出错的那一次 好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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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